在昨天下午军公教团体就已经先到监察院陈勤 要求纠正年金改革委员会等单位 后来再游行到立法院的周边集结 警方预估昨天晚上有六百多人夜宿立法院外 加油 加油 布满年金改革的军公教团体 十八号下午到监察院陈勤 要求纠正年金改革委员会等单位 也要求弹劾主导年金改革的政务委员林万亿 由于立法院今明两天将审查公务人员的年金改革法案 军公教团体发起夜宿围城的行动 警方不敢大意 在立法院等单位架设层层巨马蛇龙 由于亲资显示 抗议者可能使用烟雾弹表达诉求 警方也集结两千名警力为安 以防万一 至于十九号的年金改革工坊 传出民进党团将夜宿立院 再以强行表决的方式通过法案 对此国民党团强调将会有所反制 按着他们的表现来做出适当的一个反应 年金改革已经讨论这么久了 明天到已经到委员会的程度了 就是大家依照不同的版本来逐条审查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警方统计到十九号凌晨十二点多 现场大约有六百多人分成三路 夜宿立法院外 气氛平静 有抗疫民众扬言今天要瘫痪立法院周边交通二十四小时 让准备到院内开会的立委无法进入 也不排除发动激烈的抗争 记者综合报道